字幕提供 有時旅程沒有客人安排 反而會有驚喜 我這一天不經意 就來到澳門的最難面 露環的荔枝碗村 眼球看到的是簡陋的破落 但深感受到的是另一種情懷 原來這裡以前有十多間船廠 在亞洲造船業也很有影響力 很可惜,2000年之後就開始色味 聽街坊說 這裡也吸引了不少農友 特地來取景 用鏡頭懷免澳門這個昔日的驕傲 老闆這裡沒有特別的旅遊設施 但隨著澳門急速的發展 這裡仍然保留著一份難得的寧靜 其實這樣已經足夠了 對,Elaine又說從珠海回來 跟我吃早餐 這麼久都不打電話 對不起… 昨晚在珠海看煙花看得太晚了 今早就睡了,所以遲到… 對不起… 不要緊了 不過想想,我等你很久了 約你吃早餐 現在吃午餐也可以 對,所以不如我們吃午餐吧 兩樣也可以吃 我知道附近有一間韓式午餐 可以去市口 好… 這裡的裝修跟一般澳門餐廳分別不大 不過一進來就嗅到濃烈的韓蕉 當然了,其實這裡的老闆娘是韓國人 嫁到澳門已經16年了 煮韓式料理 同時也煮入本地的元素 今天不如嘗嘗這裡的韓式午餐吧 很餓,等我來這麼久 終於可以吃了 早餐、午餐、午餐的午餐 對,這個午餐可以點的韓國風味 你看看我這個 這是甚麼 鵰牛肋骨 一看就很韓式的感覺,對吧 好吃 我真的第一次吃這種韓式午餐 可以的,你們嘗嘗 韓式的做法 我猜是偏甜的,有些蔬果,我喜歡 這些飯卷做得很好吃,很適合 而且天氣這麼熱 我最喜歡喝檸檬 但這杯呢 為甚麼是藍色的 對,就是藍色的檸檬 挺有趣,因為我剛才看到餐廳 有冰水的物體,原來就是這些 有藍色的檸檬 我這杯有紅醋 酸酸的,挺開胃 他說這個一定要嘗嘗 這個… 有吃過黑色的披薩嗎 真的沒有,我第一次看到黑色的披薩 挺有創意,其實這是甚麼 是這個墨魚汁 我看到這些無花果 我覺得應該會不錯 因為是甜甜的 真的嗎?因為去韓國吃披薩 他們地道的披薩的味道 跟我們吃的很不同 他們地道的披薩很甜 例如放生果、藍果,做得很甜 男生未必喜歡吃 因為男生原來披薩那麼甜 但女生很喜歡吃韓式披薩 所以我看到這個披薩 也準備了蜜糖 蜜糖 對,然後可以擺臉 這個芝士很濃烈 我喜歡… 你喜歡嗎 我喜歡吃很濃的 它是紅芝士 濃味,很棒 所以不喜歡吃紅芝士 可能未必覺得可以 你一般的… 它的紅芝士味真的很濃 然後有這麼濃的芝士味 再加上無花果的甜味 這個配搭挺新鮮 我沒吃過披薩是這樣的味道 我第一次吃過 但其實不太能吃到的蜜魚汁味 不算很濃,可能被芝士蓋了 芝士,因為我加了蜜糖 也可能遮蓋了蜜魚汁味 我喜歡咬我的邊緣 去韓國也未必能吃到這個 除了吃東西 這裡還直接進口韓國一些 潮牌護膚品和護法用品 說方便澳門的姐妹們 那就不用客客飛去韓國送貨了 吃完飯了,很飽 有甚麼好地方去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打算做完東西 但在澳門幾天沒有做功課 你想想吧,想不到 不要緊 我聰明有一個感受澳門的應用程式 裡面好像有一個實境擴增的功能 打開後就可以測試附近 不知道在多少米裡有甚麼好地方去 看看 真的很多,說起來挺遠 有甚麼玩意 這裡有個大賽車博物館 有很多戰車 不然這樣,進去練習吧 不過好,走吧 在跟你鬥車之前 不如先鬥一下對車手的認識 你知道這輛車是誰開過嗎 當然知道 他就是被譽為最偉大的 一級方程式車手,閃娜 83年,他就是駕駛這輛車 在澳門贏了冠軍,錯路鋒芒 然後很快就清拔世界的車壇 那你又知道 還有哪一個F1的車手 曾經出戰澳門嗎 簡單吧 過去30年,有14個F1總冠軍 當中8個都在澳門下過場 打掘另一位殿堂級車手 舒密加 第一回合就當打和了 現在是時候下場看看這輛車 哪個比較厲害 想和我練習?沒問題 看見美燈當你贏 不知道我是車手 這次我一定要贏 藍棋?之後車上過我 是Vivian,不行 快點 追來追都追不到他們 駕駛得這麼快 對,有人伏棋?伏白棋? 真的有事故出現 有些救傷車或救護車 看看有沒有 因為隨時都要準備停車 讓救護車先走 這就是傳說中的浩津灣 小心點 紅黃棋?真的有油漬 不過… 幸好再說一次 又有人伏棋? 這次伏紅棋? 真的有嚴重事故出現 隨時要停車 看到前面的車也停了 伏紅棋沒辦法,我也要停 車子好像有點不順 先收拾一下 最快紀錄,換梯10秒,是嗎 9秒9,幫我搞定它 隔南披治大賽已經來到第61屆 不過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原來第一屆,1954年的時候 跟我們香港人都很有淵源 因為當時蘭拔瑞孫的校長 香港賽車會的成員 他當時有份參與做這個賽事 所以說如果沒有他 我們今天未必有賽事看 說了那麼久 20多秒了,可以嗎 被人爬頭了 車還在搖紅棋,豈不是停在這裡 話說,這裡就是發劫灣 真的彎如其名,整個發劫的形狀 風景也挺漂亮 不過現在停在這裡 其實我想嘗試扔一下 前面的海角遊魂灣 因為聽聞在400年前 荷蘭兵想在那個灣上岸 但當時葡萄牙兵截著他們 然後還殺了他們 聽聞那裡也挺驚險的 因為可能有點弱 我猜而已 不過其實那個灣也挺好扔的 快點停吧,不要再挖旗了 我想嘗試扔一下海角遊魂灣 快點吧 我猜了,我猜我猜 這個旅程繼續下去 我們三人終於正式相遇了 而且還要在正式的賽車跑道上 一缺癡行 但結果竟然是… 勝負其次,友誼第一 總之下星期 我們找到Junlo去吃餐好 不幹甚麼 在那邊 你開玩笑 不要滴 快點 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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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